- 超級熱狗王 - 超級熱狗王 - 今天我們要談論的主題是 - 睡眠 - 還有對於肌肉的影響 - 旁邊這一位呢 - 是我的學生 - 他叫孟濤 - 孟濤他平常就是喜歡健身 - 然後他平常也對我一起訓練 - 他很喜歡看很多文獻 - 很多PayPal - 我一開始在健身的前1到3年 - 就是一直狂看 - 反正看了說我不知道 - 循著一個方式去進行 - 像我跟你訓練 - 我覺得我最大改變就是 - 我覺得在訓練的時候 - 真的感覺到肌肉在收縮 - 對 - 不是說就是擠壓還有擠壓擠壓 - 科學這東西還是必須結合 - 像你那樣實際操作 - 對 因為我覺得 - 如果你只去看這些科學的東西 - 去Compapers那些東西的話 - 它會變成一個框架 - 被受限住了 - 影響到你經過的空間 - 很常有這種訓練認知上的弱差 - 然後導致成果很不足 - 對 - 有一個概念 - 我最能解釋這個狀況 - 在學校都會有一堆死念書的人 - 他們出社會 - 它不一定的好 - 因為有這些東西 - 但是有些人就是免疫念書 - 它出來 - 社會力很好很強 - 工作力很強 - 執行力很高 - 然後它就有一個很好成果 - 我覺得就是類似這個概念 - 對 - 先從訓練來講 - 因為假設你今天沒有睡滿的話 - 你在做訓練的話 - 沒辦法那麼concentrate - 這邊我有看到一個研究報告 - 反映的一個label測試 - 對 - 那它這個特色叫做PPT - 一個白光出現的時候你會按一下 - 那它分別給兩個group的 - 一個group是沒有睡飽 - 就是睡可能低五個小時 - 那這邊是睡八個小時的 - 那他們同時在做這件測試的時候 - 會發現睡滿八個小時 - 它在按的時候 - 它的延遲比較少 - 所以這個就是測試專注力 - 一個睡飽跟沒睡飽 - 對於那個光出現的時候 - 按了是不是睡飽 - 那個反應就對了 - 所以睡飽那個它反應是最好的 - 對 - 是最好的 - 其實它後面這個研究報告 - 還有一個延伸出來就是說 - 如果你今天想要Push的很重的重量 - 不管是belly或是squat - 或是bench press - 可以去Push那很重量 - 在你還沒有睡飽 - 你也可以增加你的運動的強度 intensity - 但是你會比較容易累 - 像你今天是可以做四組 - 你可能在三組就已經 - 就早些了 - 就早些了 - 那會不會比如說它一組 - 它可能可以操作到12下 - 但是它可能前面接下來是有辦法concentrate - 對 - 但是它後面是沒有辦法 - 訓練品質是很差的 - 對 - 我以前在準備比賽的時候 - 我是教練嘛 - 然後上整天的班 - 所以我都是12點半也12點開始練 - 練完兩場加油養的早上6點 - 那你再把它睡滿 - 沒有沒有沒有 - 那時候是睡不滿 - 比如說我可能10點就一堂課了 - 早上10點喔 - 然後就睡在公司 - 所以我可能只睡了4個小時這樣子 - 然後起來喔 - 每頭久要上課上課 - 然後啊上班 - 直到這訓練 - 所以那時候是 - 處於一個幾乎每睡表 - 4小時到6小時有睡就偷笑 - 然後或是偶爾補下面這樣狀況 - 那情況應該還沒打自己的卡 - 那時候是一個就是正在進步這個時候 - 但是那時候其實我進步蠻多的 - 但是因為很平 - 你要跟自己的精神力 - 然後跟意志力去對抗 - 像我剛才的 - 你要Push到很重的重量跟 - 都做得了 - 對沒錯 - 但是你會不會累 - 對我很容易累 - 然後我就狂課那個咖啡飲 - 咖啡飲 - 對 - 然後我也發覺長期的情況下 - 很容易疲勞 - 就是修復不過來 - 然後我的肌肉是沒有辦法保持的水分 - 日間銷售 - 你有看到那個被炸乾的人 - 真的是 - 雖然很爆 - 但是你很小意思 - 簡單來說就是假設你那時候睡更多 - 現在就直接上好賽 - 對 - 下一場比賽的時候 - 就適合大概三十個月 - 那這是我最後的變動 - 就是我生活作息變成正常 - 就我沒有選擇半夜內 - 我覺得半夜內太智障 - 也不是啦 就是我真的累了 - 等一下好好休息 - 然後變成會規劃到自己的生活 - 這邊的時段就上課 - 這個時段就訓練這樣子 - 然後就開始有睡飽了 - 然後發現我的肌肉啊 - 開始也修復得比較快了 - 那我訓練的強度也會提高 - 我可以做比較重 - 所以下一場比賽的時候 - 大一號 大家都說 - 欸 你怎麼沒有上次幫我拚啊 - 然後我就覺得很可惡 - 為什麼沒這麼拚 - 結果時間睡比較多了 - 我休息比較多 - 結果我進步更多 - 我就覺得就是真的休息是很重要的 - 常常有人說睡覺的時間點 - 其實睡覺它不是睡得越多也好 - Quality over quantity - 所以它跟訓練一樣 - 在於值而不在於量 - 對對對對 - 今天就像我睡六小時 - 我的質量是很好 - 這就是取決你的睡眠的周期 - 它有好幾個就是Stage - 它如果你要說到深層睡眠 - 就是最有quality的話 - 它其實叫做REM - 就是叫做Rapid Eye Movement - 它總共是分成1 2 3 - 然後才進入到REM - 所以它在前面的話 - 都是叫做NREM - 就是還沒有進入的 - 只要感覺進入最後一個階段 - 都是沒什麼用的 - 對就沒什麼用的 - 所以才會有人為了要增加睡眠品質 - 可能睡覺前就是不要用手機啊 - 或是吃退黑激素 - 我們要通人吧 - 或是CBD之類 - 對對對對 - 我最近看你們有在分享 - 你自己用的效果是怎樣 - 就是CBD它其實就是一個 - 天然草粉植物的年生的東西 - 可能偶爾會做夢 - 對對對對 - 像我老婆也反映說 - 它睡覺都會做夢 - 它其實做完夢好像好累喔 - 像我使用CBD之後 - 我就是完全不會做夢 - 也不用睡太長 - 然後去睡 - 然後去起來就... - 那你用的那個量 - 你覺得再多一點跟啥一點 - 我覺得應該算個人體質的關係 - 就像你要麻醉一隻大象 - 跟麻醉一個人 - 用的量是不一樣 - 對 - 就是擠一大股 - 老闆就說 - 欸你很拖賊 - 不是我就是這樣子 - 對我來說會有效 - 就是有點像訓練就是 - 每個人的方式都不同 - 我覺得我以前就是 - 以為有很重重量 - 或是一直在那邊聽那個EDM然後跑幹 - 因為我自己跟你一起練的 - 最大的感覺就是肌肉真的是在衝擊 - 你的理心的理解是 - 跳脫我另外一個層次了 - 好 這個我先說的 - 對我們先講完 - 鮮子 - 就是睡明得於鮮子 - 對 - 那鮮子的話我覺得最重要的應該就是 - 如果你沒睡飽的話 - 你的P子唇 - 你的那個Cortesum - 會提到 - 就是會影響你身體的平衡 - OK - 所以在減脂的時候會不難有效的減脂的關鍵 - 就是因為這個平衡的功能 - 這個其實還有一個報告 - 他說假設今天是有兩個group的人 - 一個是睡滿睡飽在8到10個小時 - 對 第5個小時的人 - 睡滿的人他減到的體重 - 他減成叫做right weight - 他減到的大部分都是fat - 然後保存最多的muscle - 對 - 沒有睡飽的話他們減到的肢脹比例比較少 - 像我們出去 - 你幾乎是可以倒下來就直接睡著 - 對我也不知道 - 在車上就 - 我有觀察到 - 就是很多就可以當倒立睡人 - 一點特別好 - 我覺得 - 所以你不要隨處睡了啊 - 所以你要練到可以隨處睡 - 先練睡覺 - 先練睡覺 - 睡覺也要練 - 蠻多學生會反映就是 - 他們就是沒有辦法好好睡覺 - 比賽的後期其實通常都是 - 壓力很大的 - 壓力很大的 - 然後沒有辦法好好睡很前面 - 所以三四個小時就起來 - 其實不光是他們我自己也是 - 因為我自力很夠 - 對 - 所以我不會亂吃東西 - 對 - 可是我會慌了 - 我不知道做什麼 - 所以你知道我會幹什麼回事嗎 - 不知道 - 跑的時候起來 - 然後我去跑去健身房做優養 - 然後再回來 - 我半夜三點四點起床 - 我要幹嘛 - 我要幹嘛 - 然後不知道要幹嘛 - 跑去優養 - 要減肥 - 要減肥去優養 - 然後優養馬回來 - 睡覺 - 我後來發現這樣也不好 - 因為優養增加了熱量消耗 - 但這反而對於你有效的減少脂肪 - 然後流出肌肉這塊 - 我覺得好像不是最好的 - 對 - 包括我指出就是 - 假設你沒睡飽的情況其實 - 你的代謝 - 尤其是Glucose這些肝糖這些 - 這樣增加了這麼多的肉量 - 上次比賽是81 - 現在這個狀態 - 是959595 - 將近快要10多公斤 - 在休息上面也是有牌比較多 - 就是一週一次啊 - 然後減少過多的訓練量 - 訓練量 - 當然不是所說的按你的指數 - 就限制在多少 - 我不會這樣子 - 因為我身體夠強壯 - 我覺得我應該做更多 - 我們不要只做這樣 - 我覺得人是沒有極限 - 就像你 - 錯了 - 有一個影片我有看 - 夢多 - 去上廁所他就是狂做這種事情 - 所以人真的是沒有極限 - 然後你要想辦法去把自己推到最高處 - 好 所以總結一下 - 就是今天這個主題 - 我們先從真機來說好了 - 睡眠影響其實最多的就是 - 一個運動表現的Performer - 外在到內在 - 關注力 - 肌肉控制 - 神經連結這些完全都是會有差異的 - 對 - 睡眠其實不在於量的多管 - 多管 - 在於一個質量 - 不管你沒有辦法做好質量 - 但至少要先有量嘛 - 對 - 睡眠就是對於皮脂醇 - 壓力越大的話 - 對於你的減脂 - 你就會非常的受限 - 但皮脂醇這個不單單只是碎 - 碎嘛 - 對 那延伸很多的原因 - 所以這個我們也可以下次再聊聊 - 像今天這樣子的主題啊 - 蠻有趣的 - 我一直很想做的東西 - 可能很多問題 - 獅子牛胃對於很多人來說 - 可能他們也有這個問題 - 對 - 我可能是一個比較有成效的一個sample - 就可以告訴大家 - 為什麼我是科學中放我身上 - 是可以驗證 - 但是放在一般身上還是沒有辦法 - 因為我一直苦於訓練 - 對 - 那我很保護自己 - 而且我更想知道 - 我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保護練起來的 - 所以我都會專注在這些做的原理上 - 我今天讀他paper的時候 - 我就哇靠 - 這個我想的一模一樣 - 以前看的那些paper - 它用的方式一樣 - 對一樣 - 但是它的做法 - 又跟你的做法 - 有點不太一樣 - 對 - 這就是一個有成效跟沒有成效的差異 - 就是理解程度的 - 所以當大家可以把這個理解程度 - 就是說到最小的時候 - 我覺得 - 大家都可以信心 - 那今天的主題 - 肌肉對於睡眠 - 就講到這邊了 - 歡迎下方留言 - 然後我們就會知道 - 大家想要了解什麼 - 那我們就會去探討 - 這樣感謝孟陶 - 那接下來我們會一起配合 - 做這系列的科學與實際經驗的結合的篇章 - 請大家繼續期待 - 那喜歡的話請幫我們按讚、訂閱、分享 - 還有開小鈴鐺 - 沒錯 - 那我們下次見 - 掰掰